OdioJungle 1503航线以来,台湾当局就不断做出各种表演。据台媒3月1日报道,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在日媒发表文章称,大陆正在升高台湾海峡的紧张。文章中更是称台湾的安全攸关日本安全,为东亚之和平与安全,怕日本各界给予台湾支持与协助。 据报道,日本4月号政论日刊,刊载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的文章,大陆正在升高台湾海峡的紧张。 谢长廷在文章中首先针对花莲地震,感谢来自日本各界的慰问与捐款,强调日本各界之行的关怀,感动了许多台湾人。 文中提及台湾或日本发生大规模灾害时,相互支援协助救灾,人民彼此关怀,逐渐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,其基础是日台之间,过去至今所建立之友情与信赖。 谢长廷资料图报道称,有关两岸问题谢长廷强调大陆威胁台海安全。 谢长廷在文中指出,主张一个中国的大陆,最近对国际企业吃饭店集团、航空公司或金品店等施压,要求各企业修正将台湾视为国家之各种作为。 这种行为不但伤害台湾的国民感情,也会造成实质上的混乱。 谢长廷还在文中表达出,对台湾不能参与国际会议的不满,称确保全世界人类健康的世界卫生组织。 国际犯罪资讯共享平台的国际刑警组织、ICPO,以及保障国际航空安全的国际民航组织ICAO等,也不应该将台湾排除在外。 台湾如成为缺口,恐将变成国际社会安全的盲点。 还称台湾有意愿也有能力,肩负国际社会议员的责任。 国际社会也应尊重台湾的存在。 文中更是强调在目前全球化的现在,飞航安全极为重要,台日间每周约有700班定期航班。 日本至香港、东南亚地区支航线,多数亿飞经台湾附近。 这些班机得以安全飞行,起因与台北飞航情报区之良好合作体制也已确立所致。 谢长平文中愤懑地表示,今年1月4日,大陆未经事前协商片面启用, 即为接近台湾海峡中线之M503北上航线与该航线至大陆沿岸三都市之航线, 称大陆这次片面启用,不仅对航空安全航空安全,亦对两岸关系带来显着影响。 文章特地提到片面开设航线,会造成台湾海峡的紧张, 一空将东亚全体卷入,台湾不希望军事紧张升高,要长期派遣军机威胁大陆飞机。 可是台湾自己说的,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升高军事紧张,谢长平,最后更是在文中称台湾的安全攸关日本安全, 不能无视台湾的存在,为东亚之和平与安全,怕日本各界给与支持与协助。 据观察者网自前报道,花莲地震后,日本于2月8日,派遣一支7人的救援队,前往台湾救援, 不过携带着两台深层生命探测仪的日本救援队却并不进入现场救援。 10日早晨,日本救援队就宣布顺利完成任务,正式撤离灾区。 据东南卫视主台记者叶青林报道,所谓的日本深层生命探测仪台湾就有, 不过这时和日本救援队不进入现场已经报道,台湾几个媒体为了维护日本救援队的崇高形象, 恶意攻击其与台湾的救援队队长,把日本救援队亲口说,不会进入现场造谣, 成是梁队长转达造成的误解。 随后,叶青林公布打脸视频,脸书截图就在2月25日, 叶青林脸书被封,手机通话出现异常的状况。 观察者网在联系叶青林后,叶青林表示, 他每天中午他都要在海峡舞报做连线直播, 但2月24日,25日两天,他的手机通话一分钟就断一次, 第一天没法用手机,第二天只好换了一只手机, 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。 有网友测测此事,跟叶青林报道, 日本救援队真相有关,视频截图至于台湾不能参加国际会议。 国台办发言人国安丰山曾表示, 民进党当局据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, 为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设置了障碍, 台湾地区不能参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。 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, 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,一贯的, 即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,通过两岸协商, 做出安排,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现实, 早日回到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。 只有这样,两岸制度化交往才能得以延续, 两岸也才有可能就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进行协商。 至于谢长平文中宣称的M503, 威胁航空安全一事,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, IATA负责人早在1月19日,已就M503航线时, 回复台湾民航部门负责人表示, M503航线已于2015年3月起投入使用, 并不是新航线, 其位置和设计符合国际民航组织ICAO文件并经过ICAO批准, 该航线相关的运行技术措施和应急程序均已到位。 这位国际航鞋负责人表示, 启用M503航线, 是为缓解目前A470航路上的交通流量压力, 并且在满足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的同时, 提升飞行安全水平。 这部分空域具有全面的雷达覆盖。 航空业界认为启用M503航线, 是缓解上海飞行情报区空域拥堵状况的积极措施, 国台办马小光也曾回复称, 台湾当局却将两岸春节加班机与启用M503北上级连接线航线, 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挂钩, 不惜以台包台商做人质, 对大陆航空公司进行报复, 严重损害两岸民众, 特别是台湾民众反乡过节的权益, 严重背离广大游客, 及千万家庭的人道需求, 是十分愚蠢的, 也使不得人心的来源, 还外网明明公司, 只有三千却抢八千的房, 这些购房者是疯了吗? 国房?